煮了一下大概有三四十樣 添加物 你保證每一樣對你身體都是好的嗎 所以我不再像你做學很好 沒有講 我也承認泡麵實在是太好吃了 但是我們至少知道說 它這個身體不會是好東西 所以我自己會去斟酌的去用 所以我可能不要太常吃 更不可能把它拿來當正餐 有些人什麼在K書 開夜車的時候 就泡麵當正餐這樣吃 因為方便又很好吃 所以這個宜鏡我想 特別講 妳應該有小孩對不對 妳怎麼去教妳小孩 面對這麼多食品的誘惑 其實很簡單 我有兩個小孩 我都會利用駕馭的時候 在家裡跟他做Po DIY 我們做布丁 或者是我們自己做東西 我也有自己跟他親手做 他才知道說 我用的原料是哪些原料 我布丁我可能用的只是雞蛋 鮮奶 很單純的一些原料 可是我做出來的口感 我蒸一蒸 口感是這樣子 軟軟的 可是你可以吃得到蛋香 你可以吃得到鮮奶的香氣 可是為什麼外面的布丁 是這麼的黃 或是這麼Q彈 這麼香 這就有問題 所以你唯有就是說 從基本平常時的生活教育 跟他動手做 讓他知道原來食物 原本是長這樣 可是外面賣的怎麼會這樣 他一定會打一些問號 所以我都會教我小孩子 妳要去外面便利商店買東西 可以 可是你要看他的標示 我都教他看 我說你看完之後 我會告訴他什麼OK 什麼不OK 我說你去挑 挑一個你覺得OK的 你拿給我看 如果OK我們就買回去 結果他挑了半天 他空手回來 他也挑不到OK的 所以他就沒辦法 他就賣了 他經過你很嚴格的教育 因為他知道說 我說這個有 他剛開始一定會拿一些 我覺得有問題 譬如這個有加有清化 有或是這個有香料 有人工色素 他慢慢的就會知道說 這些都是媽媽不OK的 那他也挑不到了 是 對 所以在健身機前的 特別是家長們要特別 就是我們坦白說 我也不敢說 交道說他一輩子永遠不碰 坦白說 但至少讓他知道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不好的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那這至少他辨別 那一話要辨別的能力 事實上那也很特別 那麼今天剛剛上任的 這個衛生署的 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 那麼這個署長 他的生活方式也很特別 如果特別 我們來聽聽看他自己怎麼說 我們家是沒有油 也沒有鹽巴 我們家是這樣子 都水煮 是這樣子 那是我們家 但是我們家會去外食 所以我們家小朋友 他在國中之前 就覺得媽媽煮的東西是非常好吃的 後來出去以後 就發覺說世界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不過在我們家 是沒有油跟沒有鹽 包含我 都很尊重我太太 是這樣子 並不是說油或鹽有問題 是他覺得說 我們一般在外吃 可能就吃了很多的油了 吃了很多鹽了 回家來 他提供一個比較無油無鹽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那我們家的人都還能接受就是這樣 好 新任食藥署署長葉明公 講他的生物形態 那今天晚報馬上變成一個頭版頭的新聞 事實上不只是不用油跟鹽 他連醬油都不用 我真的覺得說這樣的生活會不會太無味了 這個我以前 包吵你覺得這種 這樣的人來管我們的十米藥物 我十幾年前跑過保險 但那個保險是 保險師的師長是不投保的 對 他會不會對保險不夠了解 我跟你講 這個人會不會對十米藥物不夠了解 其實我剛才看這個恩文 還有營養師跟董事長在看到這麼多東西 我後來有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人工添加物 這一部分的部分 是不是要把它的劑量降低 或是重新管理 譬如說現在我們人工有一些色素 能工香料 防腐劑 是不是這個劑量當然是 他都會跟你講說 合法使用的什麼添加物什麼東西 你看他泡麵 小小的一碗泡麵 他添加物一二十項 我一說每一項添加物的劑量 是不是可以把它再降低 再降更低 這一點是不是 看起來就不會那麼漂亮 或是說他應該這樣 我覺得這樣對一般消費者 是不是比較有幫助 學長你看看剛剛葉署長這樣的說法 你自己大概做不到 不是 我甚至在想說 那他在家裡這樣子 第一個荷包蛋不能吃 對不對 你要用油煎 對 連荷包蛋都吃不到 然後沙拉你不能 就是你吃水煮的 你不能沾沙拉 因為沙拉又有用油 沙拉的醬是有油 有醋 他大概都不用 那都不用 你家也不能炒飯 因為炒飯如果不加油會焦 那當然也不能吃那個 鼎泰豐加50塊醬油的那個炒飯 這我一直在想像就是 那這樣子 在這樣的生活狀況之下 你家就是過得非常平淡 無味的一個生活 就是我們一般人沒辦法想像 是這樣子如何去 管理 不是 人類進化到現在 我必須要講 人類進化到現在 我們到底為了是什麼 口腹之欲 結果所有口腹之欲都沒有 你看他也不能喝飲料 可能就只能吃水果 然後不能加醬油 不能加鹽 全部都水煮的時候 如果我是他家的小孩 我可能真的就比較少回家吃飯 比較少回家吃飯 才知道我還沒吃 其實我聽了他的話 我的擔心是什麼 就是說我其實尊重他 也許家裡面不用油 不用鹽 其實我們會做菜 就想說 他的味道從哪裡來 可能只有醋跟糖了 對不對 只有醋跟糖了 要不然其他東西的只有香 他連醬油都不用 對 但我其實擔心的是說 他的生活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他其實不太了解 一般民眾消費者的這種焦慮感 因為我們看到油的時候 我們會說 我們每個人都嚇得要死 只有他說 我沒有 那還好 沒問題吧 你們幹嘛這麼緊張呢 就不要吃就好啦 像我一樣我也不吃 我覺得像這樣的一個主管 他有一點的問題 他可能不太清楚知道 一般老百姓跟民眾的焦慮 跟那種不安跟憤怒來自於哪裡 因為他沒有這種焦慮 不安跟憤怒 包括他是說他有在外食 對 可是他不擔心 可是他不知道一般在家裡天天炒菜的媽媽 多生氣知道這個事情 因為他不知道 因為大家都已經知道外食風險大 所以我們盡量在家裡自己開貨 沒想到我自己買的油回去也有問題 對 我們最近真的聽到太多家人主婦 真的是 不只是困惑焦慮 根本就是憤怒了 就是到底有什麼油可以吃 告訴我 那就我們碰到一不吃油的熟腸 那我們真的不想要該問誰 就問誰 他也說不出 他說他不挑的 對 我們剛剛就以一個泡麵來說好了 泡麵 有人說這個泡麵 我們剛剛又在舉著說 泡麵後面這個添加物三四十種 有人說泡麵這些毒素也好 或者添加物 要身體能夠自然代謝掉 就要花一個月的時間 光是一碗泡麵 我們就要花這麼多時間去弄 然後又有油的問題 又有其他醬料的問題 所以到底我們該如何吃 我先問問泡麵好了 陳董你知道泡麵 聽說泡麵也很多不好的東西 代謝要這麼久嗎 是真的這樣子 我想因為它的成分非常的複雜 有一些東西可能它都是 沒有辦法揭露出來 所以變得我們的風險 就沒辦法掌控 我覺得就是說現在的人 其實因為我們常常就是 已經很習慣中口味了 所以在有些東西上面 我們可能會趨向於這種 越鹹越辣 或他們認為越香的東西 銷路會越好 我認為就是說 其實我們還是要回歸到吃這個真食物 剛剛講到那個署長 我就會想到是說 如果說他們家都不用這些東西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民間極樸 所以跟我們的老百姓的生活 差太遠了 所以這樣子的人 他真的沒辦法同理心 所以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我們的政治或我們的政策上面 常常是無感的 因為很多事情是別人把它處理好 或者他自己本身是過得一個 好官自我為之的這樣子的生活 所以他根本沒有辦法了解是說 一般的老百姓 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我覺得這個是讓我非常擔心 同樣問題 恩文你覺得呢 這樣的署長 對 因為其實你知道 在國外非常多的政務官 他其實是第一個 他可能自己騎腳踏車的 搭公車的 坐捷運的 他可能回到家之後 禮拜六 禮拜天 他要幫老婆上菜場去買菜的 他會上菜場買菜 對 甚至有很多人 他可能自己要修車的 他其實很多國外的官員 他們其實是有在過生活的 我其實 我過去就知道 台灣有很多的官員 他們非常專業 他們其實只有在做怪一件事情 但他不過生活 不吃東西 他就不了解民生辛苦了 他可能真的不知道 就把沐安蘭跑去那個看房子 他自己買不行 他才知道說房價這麼高 對 雖然這個經濕任署長 葉主長 我們真的對你很高的期待 那麼你希望你去買買菜 家裡如果用一點油 用點鹽 您現在收看的是 TVBS 無線衛星電視台 現在為您播放的是 TVBS 哈新聞 哈囉 晚安 歡迎收看11月5號 TVBS 哈新聞 我是花花 首先第一則新聞